台湾人爱吃火锅 而且根据营养学家表示 其实吃火锅一年四季都适合 因为不管是肉类海鲜 蔬菜、蛋或火锅配料都可以入锅 丰富多元又营养未美 台中市崇德路一段的丝锅艺火锅料理店 才24岁的老板吴彦伦 从15岁就读大庆高职餐饮科毕业之后 就一直从事餐饮服务业的工作 累积多年的经验 决定在最近创业 有点害羞腼腆 不过一说到火锅料理 就十分投入的吴彦伦说 对于食材跟汤底 有他自己的坚持 绝对不马虎 因为之前都是学火锅的 然后还有学一点茶饮 然后想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卖 你的火锅有什么样的优点 我们主打的是奶香锅 奶香锅我们用鲜奶加纽西兰的安家奶粉 然后让锅更香浓 然后上面有铺起司 马上就要母亲节了 最近刚好是春季蔬菜盛产期 吴彦伦特别采购了大批本土蔬菜跟肉品 加入精心研发的奶香 咖喱 泡菜或麻辣锅底 甚至还有寿喜烧汤头 而且不仅母亲节有粉丝团按赞打卡八折优惠 之后也会举办加价购送肉片等促销活动 让消费者用经济实惠的价格 就能够品尝到最新鲜味美的火锅料理 所以开幕没多久 客人就越来越多 大家都说丝锅意的国务料理 真的是用料实在 物超所值 它的汤头很鲜甜 因为它是用水果熬煮的 便宜好吃又大碗 哇 下次还会再来 它够浓 它不会稀稀的像水水的奶 就是不够味这样子 这个汤头很浓郁 然后我今天点的是麻辣奶香锅 那因为我以前很爱吃奶香锅 可是没有吃过麻辣口味的 但是它这里配合起来 没有冲突感 蛮搭的 所以也很顺口 丝锅意老板吴彦伦说 丝锅意这个名字取自日文的すごい 中文就是很棒的意思 吴彦伦开心的说 做餐饮事业 不一定是为了赚大钱 希望他的火锅料理 能让消费者有幸福的感觉 这才是他开店最大的目的 老板吴彦伦热情欢迎大家 带家人朋友来撕锅意 享用暖心又暖胃的锅物料理 度过温馨快乐的时光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